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本2020版防卫白皮书充斥着对华偏见和虚假信息 竭力煽动所谓中国威胁 名为白皮书实为黑材料 暴露了日方某些势力的阴暗心理 中方已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 中方坚决反对美售台武器 敦促美方切实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 停止售台武器和美台军事联系 以免对中美关系和台海和平稳定造成进一步损害 为了维护国家利益 中方决定采取必要措施 对此次军事案的主要承包生 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实施制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